到底张兰在外再怎么微风吕吕 回到家中 却也不过只是一个 为了孩子为了后代委屈的母亲 当初王小飞对情仇无邪的 山下一见钟情 不爱从中没有思量 后果要和她结成了缘 张兰即便是不满意 这个儿媳妇 却也没有说要报答鸳鸯 婚姻中王小飞 逗不过大S离婚的时候 又栽在了大S手中 不仅仅是签下高 抚养协议更是将孩子拱手相让 张兰作为王母亲 自然向着自己的孩子 为她打抱不平 一次又一次扭转舆论 成为大家口中的战兰 可即便兰姐为了王小飞 付出那么多 却还是敌不过王小飞的恋爱呢 这一次和月儿灵儿的水价团聚 之心倘若不是兰姐抢占先机 拒绝给出麻六计的股份 王小飞脑袋一热 也不是不可能送给大S 而如今兰姐在日本陪孙子 孙女度假也没放过 一分一秒直播带货 还拉上孙子小玲玲 一起拔抱的爸爸带货宝单 直播的时候 想要带玲玲出镜 却没想到 找到了一旁王小飞的白脸色 虽然说兰姐的方式 也有些些不妥 但是在看到王小飞的态度 也是固有的心疼兰姐 这个老母亲 这次你怎么看